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球现场 我们先就带您持续来关注美中关系现在走到哪里呢 当然大家都知道现在美中关系是竞争白热化 那现在呢又有两场重要的外交峰会 同时进行 好 有人就分析说这是陆全国家对上海全国家的外交擂台大战吗 好 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大陆就是在西安这边举行的中亚峰会 另外一个就是在日本广岛这边举行的G7峰会 那尽管呢 其实现在美中关系闹得很香 可是不可否认的是美方还是一直想要寻求对话的机会 那从拜登开始要一直到美国的这些高官都一直不断地放消息 放消息说希望可以跟习近平来通话 或者说希望可以访华 好 拜登他在前往日本参加G7之前呢 他接受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就透露说自己是很有机会可以见到习近平 而且他说呢这个时间点是迟早的事 那就这么刚好 同时间美国媒体CN现在也报导了 拜登政府呢他们现在已经有所安排了 说在未来的几个月之内呢 就会安排数名高层官员访问北京 要寻求的就是跟中国大陆就各项的重大议题 来重新对话重新接触 那这个报导里面也指出 美方目前在安排的这四名高官呢 其实这一位就是包括了今年2月的时候 当时因为这个气球事件推迟访华行程的国务卿布林肯 有可能他在安排之下可以重新的访问中国大陆 那另外三位主要的高官就是财政部长叶伦 商务部长雷蒙多还有气候特使凯瑞 但即使是参与相关规划的官员 其实他们也说呢 目前都还不知道出访的先后顺序 不过对于这样的消息 大陆又怎么回应呢 好我们来看到的就是大陆官媒环球时报 他们也立刻发表评论了 好这个标题上面就写下这个大字 就说美国又在放风啦 这边说放风跟我们台湾说放风不太一样 这边说的放风呢 就是说他们说美国又在放消息了 好另外内文有提到说 美方发布有关消息 是美方自己的事情 他们给予尊重 好似乎呢就是对于CNN这样的报道 报道说美国官员即将可能访问中国大陆消息 他们是持一个比较保留的态度 但现在有一场美中高层的这个会晤 是真的会召开也即将举行 因为呢大陆这边已经证实了 这是大陆驻美大使馆 现在就证实大陆商务部长王文涛 在下周他要访问美国去参加 APEC的这个贸易部长的会议 那这个期间呢 他就会跟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还有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来会面 那这一次的会谈当中 美中是不是真的可以在商务经济贸易相关领域 有所共识有所突破呢 当然也是观察的重点 好我们持续来看到的是G7峰会 今天在日本广岛来举行 那今年的议题首度纳入了经济安保 印太尤其是面对中国大陆 还有俄罗斯现在说要展现团结气势 但现在呢欧盟之委会主席这个米歇尔 他就在今天的记者会当中 他表示说欧盟必须要跟大陆保持稳定 有建设性的关系 另外就台湾问题呢 他也重申一中政策不变 A stable and constructive relation with China is in our mutual interest The EU is firm on our values We will keep voicing our concerns on human rights whether it is in Hong Kong, in Xinjiang or in Tibet We will not tolerate interferences in our countries that would undermine our democratic societies and we will promote our interests We have an interest in stable economic relations and we call on China to press Russia to stop its military aggression On Taiwan, we maintain our one-China policy no unilateral change of the status quo 好 这一届的GCM峰会有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当然就是台海议题 还有乌克兰的议题了 那美国总统拜登呢 昨天就抵达到日本 他也跟岸田来会晤 那这个会晤的过程当中 再度确认了美日要加强同盟关系 并且说会承诺致力因应中国大陆 脅迫性的作为 重申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 要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另外英国跟日本现在也发布了 广岛协议重申台海和平稳定 是国际社会安全繁荣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也要呼吁适用和平的手段 来解决两岸的议题 好 但是呢 美中虽然说现在美国 想跟中国大陆来对话 可是现在很尴尬的是 美国蒙大拿州现在宣布禁止 中国大陆的APP 也就是TITOCK软体 出现在蒙大拿州的手机APP商店当中 也成了全美第一个 进TITOCK软体的州 其实这个消息一出呢 非常多的网红自己就先感到气愤了 很多都是美国当地的使用者 好 有一个网红呢 他就批评蒙大拿州的州长 实在很愚蠢 I think our governor is being a little goofy Now how will this be enforced? Great question I don't know And I don't think the Capitol knows either I've seen so many takes on it of like you know you can just get a VPN and then he should be good But then also people are saying that it mandates it to every product that is bought in the state of Montana So like my phone I bought here in Bozeman If I go to like Idaho Or Oklahoma or whatever And then try to use TikTok there It is still a Montana device So it still won't work? I don't know 现在路透社分析就指出说 尽管蒙大拿州现在是下了禁令 但是目前市面有消息指出 万一民众还是用TiToc 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所以这项规定呢 目前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后续 现在还要观察 那这个正式的禁令 是从明年1月1号会正式上路 但是其实现在困难的就在于 美国人自己也非常爱用 根据一个最新的统计 在美国有1.5万个用户 使用TiToc 1.5亿个用户 非常的多使用TiToc 所以呢这项禁令 正式上路之前呢 会面临非常多的挑战 好另外一个外交大戏呢 就是在中国大陆 这是中国中亚峰会 昨天在西安这边登场 这也是中国大陆 跟中亚国家首度的实体峰会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指出 这一次的峰会 为中国大陆跟中亚合作 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 并且开辟了新的前景 希望可以以这一次的峰会 作为契机跟各方来密切配合 建构新的发展蓝图 好我们来看这是最新的一段画面 今天就是中亚峰会的第二天 当然是议程的重头戏了 稍早习近平他就在峰会的现场 迎接来访的五国总统 中亚五国的总统 并且呢后来后续就会进到会场里头 会针对一连串的议题 包括了加强机制建设还有拓展经贸关系 跟扩大能源合作等等的多项议题来进行讨论 那今天习近平还预计会发表主旨演讲 乌克兰问题也会是峰会当中的焦点 官媒环球时报现在就指出了 中国中亚峰会会是对世界的正面范畴 但是呢另外有媒体分析说 现在中国大陆的官媒 其实刻意在相关的报道当中降温 是为了避免这一次的峰会 给外界挖墙角 挖俄罗斯墙角这样子的联想 好其实这个峰会之前呢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看点 非常精彩的看点就是呢 这一回习近平他为了要迎兵 他特地呢在这个大唐芙蓉园这边 布置的富丽堂皇 并且以中华特色的表演来迎接嘉宾 习近平也说呢 这一次的峰会就代表了 中国大陆跟中亚的关系 已经进入了新的里程碑 一起来看 大陆西安大唐芙蓉园 以中国宏为主调被布置的富丽堂皇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当东道主 举办第一届大陆中亚峰会 夫人彭玉元盛装出席 穿着贵气的旗袍晚礼服 与来自中亚的贵宾合影留念 并且以盛大的表演欢迎嘉宾 可以看到各种充满中华民族风味的舞蹈 有网友认为简直回到了唐朝盛世 习近平主席分别和中亚各国领导人会面 强调要营造一个共赢的命运体 而中亚峰会举行期间 几乎与G7广岛峰会同时举行 西方分析家认为 北京正试图建立一种区域的团结 推动新的全球秩序与美国别苗头 又趁俄乌战争与重要发展关系 可以说是一箭双雕 但是也传出大陆官媒刻意 在相关报道中降温 避免给外界挖俄罗斯墙角的联想 另外针对G7成员国 尼江台海议题写入广岛峰会宣言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呼吁美日等国要停止玩火 停止在台湾问题上 挑衅玩火 不要站在14亿多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汪文斌强调 中方绝不接受任何人以及任何势力 以维护台海和平为由干涉 中国大陆内部食物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